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仁一比零击败柏林联合 争冠格局大乱 拜仁总击分44分 直落后榜首的洛沃库森4分 比赛刚刚开始不久 拜仁就依靠角球机会制造威胁 德利赫特抢点投球攻门 门将注意力很集中把球扑出 第十分钟 科曼在禁区外尝试一脚远射 门将把球扑了出去 随后 莱默尔在禁区右侧低射远角 这一次则是踢偏了 第十七分钟 德利赫特再次抢点投球攻门 虽然顶到了皮球 但是顶偏了 皮球直接出了底线 第23分钟 格雷罗在左侧送出横船 科曼中路包抄推射 打进角 踢偏了 七分钟后 基米西在禁区前沿来一脚远射 踢得太正了 门将轻松把球没收 第34分钟 格雷罗在禁区外来一脚远射 踢偏了 八分钟后 莱默尔在外围起脚远射 皮球击中身前的防守球员 弹了出去 随后 哈伯勒的一脚进射踢飞了 紧接着 萨内进去右侧都射远角 稍稍偏了一点 半场临近结束 格雷茨卡外围进射 力量很足 门将扑就脱手 幸好第二反应够快 把球拿下 半场结束 比分依然是0比0 下半场一边再战 拜仁进行换人调整 于帕梅卡诺被换下 戴尔替补上场 这是戴尔在得甲的首秀 紧接着 拜仁就进球了 凯恩的一脚进射击重力助弹出 随后 格雷罗再捕一脚 球进了 拜仁终于打破了僵局 图赫尔狂欢 第55分钟 凯恩禁区中路包抄推射破门 但是 因为萨内阅位在先 进球无效 太可惜了 第64分钟 柏林联合进行换人调整 鲁西龙和摄费尔替补上场 戈森斯和霍勒巴赫被换下 8分钟后 柏林联合踢出快速反击 结果射门被门将化解 第76分钟 拜仁进行换人调整 穆勒和特尔替补上场 换下穆西亚拉和科曼 这样的换人没有什么作用 拜仁没有再进球 最终 拜仁一比零击败柏林联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